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無尊 你這麼年輕來上什麼 上節目談什麼胃 我胃 真的 我其實我也蠻意外 只要看過我的醫師都說 你的胃怎麼可能會這個樣子 怎麼了 連我自己都覺得意外 因為以前打鼓中到鼓中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就很常往保健室跑 那那個時候是常跑到是 老師都懷疑我是不是想要去那邊 躺著睡覺休息 對 但是其實 摸魚 對對對 但其實就是 我是因為胃真的很不舒服 我從以前就很常會 人家不是常說 早上起床是被夢想叫醒 或是被鬧鐘叫醒 我不是 我早上都是被胃酸叫醒 這麼嚴重 他就這樣衝起來 然後有時候你想打一個歌 那胃酸就衝出來了 你就整個嘴巴都會痠痠的 所以我從以前胃就不好 然後一直到了 我記得第一次是在 你說你有一次是上吐下泄 對 這是差不多四年前 那個時候 六年前的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要去主持一個工作 那因為可能主持前比較緊張一點點 所以那個時候 然後我在當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就發高燒 然後發高燒的時候就開始吐 然後又拉 然後我就覺得是不是有什麼狀況 我就趕快去我家附近 看個那個腸胃科 就一看之後 醫生說那我先幫你照個胃鏡 然後我就照 然後照照照的時候 醫生就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說 天啊 你的胃怎麼會這個樣子 我說我的胃怎麼了 他說 邊照邊 就對了 唉唷 哇 唉唷 阿尼阿尼阿尼 唉唷 就是這樣 你可不可以坐久一點 因為我們節目這樣就結束了 這樣比較好問 然後後來就是結束 然後後來我就說怎麼狀況嗎 他就說我們等一下到診間去看看 再跟你說 他就拍了我的那個胃鏡的 那個照片 有一半以上 我的胃百分之六十是潰瘍的 天啊 我的胃 他說 他說我的胃有一半以上是黑色的 他說因為血液 它含有鐵 鐵碰到胃酸好像會有一些 就類似這樣的顏色 像這個啦 對 一大一大 胃破洞破洞 對 都會破洞 這一口一口 我們胃鏡 胃鏡是這樣很漂亮 這個潰瘍的時候會出血 就變這樣黑黑黑的 黑黑的一口一口都是 那就是潰瘍 這都潰瘍 那暖暖耶 對 這七十五歲的 歐巴桑是加油了 吃止痛藥造成的 七十五歲的歐巴桑 他吃辣椒也會 我知道 對 吃辣椒也會 就是我那個時候是整片 就是他這個可能只有幾個點 我是 你就看到這個一半以上全部是黑的 整片的 來 修醫師 你嚇到醫生了 攝影師 拍近一點 請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攝影大哥 對 一半以上 你看 那個 那個潰瘍 一塊一塊一塊的 對啊 一塊一塊很多 這這麼嚴重 對 這很痛 那那老人家 他因為膝蓋痛 膝蓋痛被帶去看骨科 骨科醫師幫他開了止痛藥 對 確實腳比較不痛 我們說過兩天 胃開始痛 老人家痛 節一點點黑大便 所以記得 止痛藥很傷胃 我大之前也是這樣子 他是 先看了胸腔科 然後又看心臟科 然後因為他跟我說胸悶 然後跟我說他已經 都痛到前胸後背這樣去 然後晚上都沒有辦法睡這樣 然後我聽了大家很緊張 我就說那趕快要去檢查 可是心臟科那邊出診 就是還沒檢查之前 醫生一聽他的症狀是說不大像 不是我們以為的什麼心肌梗塞什麼 不是 然後後來我才回想到 他那一陣子就是因為摔車 他騎腳踏車摔車 那有受傷 所以復健科醫師是開了很多 消炎止痛藥給他 因為吃了那個藥 所以後來搞到整個真的痛 後來我們下一關就去了腸胃科門診 就照了胃鏡 裡面都已經就是有胃食道逆流 也有胃潰瘍 所以有時候是吃藥所造成 然後你會以為是好像接近心臟 會以為是心臟不舒服 對 那可能看了各科之後 你才發現說其實是腸胃的問題 那這個七十幾歲的太太 他因為胃潰瘍很痛 所以你又給他吃止痛藥嗎 不 胃痛絕對不能再吃止痛藥 因為胃痛像這種狀況 絕對跟胃酸有關係 他會造成這麼多的潰瘍 就是因為他吃止痛藥的時候 把我們剛剛吃了講的那個胃酸 那個胃黏液層 因為吃止痛藥變薄了 止痛藥會抑制那個黏液的生成 所以變薄以後胃酸直接吃下去 才會破那麼多個道 所以止痛藥本身 其實他不是直接傷到胃 他是去把那個胃黏液變薄 變薄以後這麼多胃酸 就輕盤輕盤輕盤 似乎穿到 如果總共更嚴重會破嗎 會喔 胃會破掉嗎 在我當學生的時候 常常在晚上診斷 我們叫PPU 就是破掉的胃潰瘍 在那個年代 因為胃藥沒有那麼好 那時候我們看完 這破掉了 已經是造成腹膜炎 我們就要照會外科 那現在會比較好 是因為這種病比較少 是因為我們現在胃藥很厲害 我們現在會叫PPI 就是直指胖脯阻斷劑 那胃藥很強的 一吃下去把胃酸分泌降低 分泌降低以後 就比較不會傷到胃 所以現在外科醫生這方面 就是開得比較少 因為就內科就處理掉 長期吃那個拿慢性處方前 吃藥來修養 那無尊百分之六十的潰瘍 對 這麼嚴重 因為我那個時候 我自己也嚇一跳 我沒有想到會這樣 而且我還記得我早上起來 不是上吐下瘦嗎 對 對 我在吐的時候 有吐出紅紅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咖啡色的東西 然後我就詢問醫生 醫生說 那應該是辣椰吧 辣椰 對 不是辣椰 對 我一開始也以為是辣椰 結果他說是血 像我剛才說的 透味 差不多一個碗這樣 他說就是 因為血遇到那個胃酸氧化 變成深咖啡色 對 然後後來 他說百分之六十的潰瘍 他說這個以我的年紀 因為我三十歲 他說這個完全不可能 他說這個有點太扯了 那他就說順便幫我檢查一下 是不只胃潰瘍 十二指腸潰瘍 然後甚至是那個噴門 也是鬆的 所以我常常會胃食道 這樣衝上來 然後甚至後來 你的噴門是鬆的 我的噴門是鬆的 所以到後來就是他幫我 就是也大概了解一下之後 就發現說 我還有一個症狀 叫胃幽門螺旋桿菌 在這裡面 然後他說這個是會傳染的 所以幽門螺旋桿菌 太多嗎 還是什麼 就是在裡面會造成 有菌了 對 有菌了 然後我是這一次才知道 可能很多觀眾朋友也不知道說 為什麼大家吃飯說 要用公塊母齒 因為你再這樣夾 這個下一個人去夾 你筷子上面有你的唾液的時候 可能就藉此傳染 對 這會傳染 對 會 小醫師 該說一下 藉此貓果 幽門螺旋桿菌 你想想看 但我剛剛講 我們空腹的時候 我們胃裡面PH值是2 是強酸 這個細菌 細菌在強酸裡 居然能夠活下來 很奇怪 因為胃那個細菌 一般在中性 怎麼會在胃酸 就是胃幽門螺旋桿菌 我們從大概十八世紀開始 有細性學發展 到了二十世紀才發現 這隻細菌才被發現 因為它太難培養了 居然在強酸底下 那這個細菌 臺灣人有一半的人 有幽門橄菌桿菌 一般 五十八 五十八 可是這五十Percent裡面 只有其中的二十Percent 就是人口的百分之十 會造成胃不舒服 所以其他的四十八的人 雖然有感染到 他沒感覺 但是我們研究發覺說 幽門螺旋桿菌的感染 是造成胃癌的危險因子 對 很嚴重 有感染的人胃癌風險是兩倍 兩倍 所以已經確診它是致癌因子 所以那是有 一定要殺菌 要殺菌 兩倍就該殺菌 兩倍 那你被殺光了嗎 我那個 我被殺光了 因為他那時候說 健保值給付一個禮拜 然後他就說 我建議你再多加自費 再加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把他殺掉 那我再請教一下這個醫師 因為有人給我看 你看這就是要吃生魚片的下場 然後在胃跟腸之間 那個口那裡 有一些蟲在蠕動 說那就是吃生魚片造成的 真的嗎 對 生魚片 有些會像中華甘西蟲 我真的在 以前在醫學中心受訓的時候 我們做ERCP 就是做那個膽道攝影 真的去裡面 好多蟲會跑出來 真的 看得到那個蟲這樣跑出來 但是現在因為 生魚片現在其實處理的技術 比較好 好很多了 然後現在寄生蟲 其實要殺菌也相對容易 吃要吃三天 就解決掉了 所以還是盡量熟食 不然就是要找那種 很好的商家 不然不小心的話 還是怕會有 那你那個蟲在裡面 可以共生嗎 就是說它會對你危害嗎 會喔 會啊 會做成什麼 那個 你整個肝臟 被蟲這樣鑽來鑽去 你想想看 你的肝臟是受傷了 你怎麼知道 你有 譬如說 或是說我有吃 那個生魚片的習慣 我是多久要固定胎一次 我沒有說固定要殺這個寄生蟲 假如你那個人為什麼會來 因為他黃膽 因為那個蟲在肝裡面跑來跑去 產生黃膽 跑到醫院來做膽道攝影 才發覺裡面有寄生蟲感染 那後來當然能夠處理掉 蟲先弄出來 之後開始吃口服藥 三天就解決問題了 以前不好的藥 現在比較簡單 愛吃生魚片的人很多耶 我這個意思是一般的人 他是去做檢查到發覺 像我 譬如說我愛吃生魚片 我是不是說自我保護嗎 你為什麼那麼瘦 你全部都蟲 沒有 我的意思 我替大家問 我是不是一個禮拜 我要投藥一次還是什麼 不要 不用喔 一直吃那些抗生素 這個對身體也不好 你殺是殺蟲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腸道裡面很多好菌 也可能會被它處理掉 他的意思是說 反正我吃了生魚片 我就給它投藥 可以嗎 你知道一個月來一次 或多久來一次 不行喔 一個月來一次 你有月經喔 我已經很久不來了 幹嘛啦